本节内容带大家了解烘焙原料中的面粉 烘焙中的面粉特质小麦粉 那为何其他古物粉不能作为烘焙的主要原料呢 其原因就是小麦粉中还有面筋 那面筋是什么物质呢 它在面包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接下来将为同学们一一揭晓 那到底什么是面筋呢 取适量面粉加水揉成光滑柔软的面团 然后再水洗面团用手不停的揉搓 最后手中剩下的不溶解的结实的像橡皮一样的物质就是面筋 把可融的和不可融的部分分别蒸熟 前者就是我们手制的凉皮 后者就是凉拌凉皮的时候 看老板心情决定给你加几块的多孔状面筋 那么面筋的本质到底是什么物质呢 我们通过小麦粉的组成来解释这个问题 在标准的小麦粉中碳水化合物占比最大 但我们知道了面筋不容易水 所以肯定不属于碳水化合物 按照面筋揉出的比例 大家应该也猜到了 面筋属于蛋白质 小麦粉的蛋白质中80%左右是面筋蛋白质 其中又分为两种 分别是麦胶蛋白和麦骨蛋白 因为麦胶蛋白可溶于70%的酒精 所以又叫做纯溶蛋白 两者的比例接近1比1 面包的骨架就是靠着不容易水的面筋蛋白质撑起来的 当你轻轻用力握住面包 再放开 你会发现面包回弹 这是因为面筋具有粘弹性 其中纯溶蛋白负责粘性 而麦骨蛋白负责弹性 评价面粉的品质 主要是根据湿面筋的含量来区分的 所谓湿面筋 就是面筋蛋白吸水后的重量 制作面包的高筋粉 湿面筋含量要高于30% 而用于制作蛋糕的低筋粉 湿面筋含量要低于24% 这里解释一个问题 很多妈妈们会问我 他们在超市买的高筋面粉 为何拿来做面包的时候 效果不好 这是因为面包是一种博来品 面粉的分类 与我们国家对于常用面粉的分类是不同的 即便是特制一等粉 湿面筋含量也只有26% 明显低于面包高筋粉的30% 所以如果你要做面包 就需要购买专业的面包面粉 高筋粉和低筋粉 简称高粉和低粉 在不标注的情况下如何进行区分呢? 首先要看颜色 高粉为乳白色 低粉为纯白色 然后放在指尖揉搓 有粗糙感的是高粉 光滑细腻的是低粉 最后捏成小块 松手后散开的为高粉 而保持原状的是低粉 面粉中除了高低筋之外 经常还会用到中筋粉 全麦粉以及其他古物粉 中筋粉可以根据产品需求 采用高粉和低粉 按照比例混合而成 全麦粉中含有敷皮 在搅打面团的时候 敷皮会切断面筋 所以全麦面包并不是用全麦粉制作 而是在高粉中添加一小部分全麦粉 不含面筋的其他古物粉 在添加的时候 同样要考虑添加的比例 加多了 面筋的比例相对就低了 事实上小麦粉的面筋含量 和小麦的产地、品种都密切相关 秋天播种 夏天收获的小麦为冬小麦 春天播种 秋天收获的为春小麦 春小麦多分布在天气寒冷 小麦不宜越冬的地带 像北美北部、北欧、元苏联这样的地区 春小麦中优良的品种比较多 在我们国家以冬小麦为主 因此大部分小麦粉 不能直接作为面包面粉使用 在面粉加工过程中 需要额外添加面筋蛋白 来配置面包粉 目前市面上的面包粉 有国产的和进口的 只要面筋含量达标 都可以用来制作面包 但它们之间也承载着区别 比如法国的T系列粉 其中T65属于高筋粉 和我们常用的筋像A粉比较的话 T65粉灰分含量高 因而面粉颜色偏暗 面香味更浓 但面筋的筋力偏弱 关于面粉的熟成 民间有一句话是这么说的 米要吃新米 面要吃橙面 为何新面粉不如盛放一段时间以后的面粉呢 这是因为面粉蛋白之中含有半光氨酸 半光氨酸的存在会使面团发黏 结构松散 加工过程中不好操作 而且发酵面团的持气能力下降 造成产品品质下降 如果铸藏一段时间 在铸藏的过程中 半光氨酸的球基会被逐渐氧化成双球基 而转化为光氨酸 就不会出现丧树的情况 自然等待是可以的 但是需要一个月以上的时间 有研究表明 小麦粉的最佳熟化时间是40到50天 为了加快氧化进程 可以添加面粉氧化剂进行处理 根据我国食品添加剂现行标准 目前可以用于面粉处理剂的是藕蛋夹血胺 绣酸钾曾经被允许使用 但后来发现绣酸钾安全性不高 我国已于2005年禁用绣酸钾 我们想要做好面包 就必须了解制作面包的材料 只有深入了解它们的性质 才能在出现问题的时候 敏锐地发现问题 从而分析和解决问题 面粉的知识远不止这些 慢慢的你就会发现 了解的越多 越觉得自己知道的少 希望大家在实操中结合理论 你一定会进步的更快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